新冠疫苗在先前扩大接种的时候 发现有不少的民众预约 但没有来施打 就造成了残疾浪费 指挥中心今天就拍板 从即日开始 开放18岁以上的成人 来预约互补施打残疾 但却让基层的诊所 全部都炸了锅 因为认为都没有配套措施 也没有明确的指引 让他们疲于奔命 还有年轻人就直闯诊所 想要预约残疾 却被拒绝了 医师就痛批 中央没有配套 让民众的期望变成失望 秉清年神在手上扎针 这位小姐打的就是 AZ疫苗的残疾 但想打没那么容易 诊所另一头电话响不停 通通在问残疾 还能不能排候补 看看诊所内振奋 新冠疫苗预约施打登记表 长长一串A4值 写满了三页 名单还在增加 指挥中心拍板 即日起 每天最后一瓶的疫苗 施打6个人以上 剩下的残疾部分类别 开放给18岁以上承认施打 但明确指令没有提供 基层诊所大傻眼 基层医师大抱怨 残疾师打只能先从 预约未到后补名单当中联系 也就是符合优先类别者都没来 才会对18岁以上成人 开放预约后补 9年轻人实际冲到诊所询问 结果碰壁满脸失望 第一层诊所怒吼 先前安排施打顺序 根本毫无意义 也模糊特权施打的空间 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 都火大开炮 残疾到底怎么打 中央只说不分类别 最后甩锅给地方政府 要他们自行想办法 引发残疾乱象 也让明远难平 节目中和之遇 台北报道